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叫做被压迫者 就是强凌弱 强权欺负这个弱者 这个弱势者 这个弱势者 他就是一整个不平等 也许是社会制度的不平等 也许是政策造成民族的不平等 或者是族群的不平等 当你看到 有一个流氓欺负那个弱小的老弱妇孺的时候 人的天性就会起来见义勇为 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人呢 所以 中共这个强势 当他霸凌西藏民族的时候 有很多国家组织和个人 我们选择站在旁边 看 冷冷的看 看戏吗 没有 我们不行 我们要站起来 和被压迫的西藏在一起 我们站起来反抗那个霸权 所以你看 有一位隐心李察吉他很早以前 他就是站起来跟被压迫的西藏在一起 当然他要付出代价 所以他的电影在中国被封杀 到后来只要有中国市场的电影 也不会找他拍 断了他的路 这就是代价 当你要做一件事情 当你要选择不冷漠 当一个帮凶的时候 当你要跟被压迫者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反抗 那你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你事前要先冷静分析 理智想一想 你付得起吗 你付得起 那你站起来 如果你觉得说 你也是像中共吃定大家一样的 你好好过日子更重要 那也许你就会选择 闭上嘴巴 不要说话 就眼睁睁着看墙凌辱 但是 我们真的 有被伤害到 被恐 有需要恐惧到 去眼睁睁当一个陌生人 来旁观吗 想一想 当我们在自由民主的土地上 我在台湾 也许你在美国 在瑞士 我们在民主国家 是被保护的 那你损失什么 你损失去中国赚钱的机会 你损失去 中国美丽的风景 游览的机会 那如果你可以不要去中国赚钱 如果你可以 这个世界美景很多 那我不能去中国参观美景 那我去世界其他的美景参观 想一想你还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呢 所以 我们因为看 我们的亲戚朋友 很多看到中共 他是这样子任意逮捕人 栽赃你罪名 所以我们一些朋友 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警种 在提醒自己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于是想很多理由 我们修行人不要碰政治 然后我们 好好的过日子 我们 好好的 从事各行各业 我们不需要去 政治太复杂了 那你就是 被 那个恐惧 抓住 没办法 面对你的恐惧 那你就是选择 那个强凌弱 在霸凌 你要问你自己 你的孩子 如果在学校里面 有被 强凌弱的情形 被霸凌 被欺负的时候 你OK吗 然后 你能接受 周遭旁边的老师和学生 都眼睁睁看着你的孩子 长期被霸凌吗 你一定会希望 旁边的师长 旁边的 朋友 同学 能够站起来去 维护你的孩子 我们 意味来思考 如果 你想要的 别人能够 辅助你的 亲戚朋友 孩子 那么当别人 需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 伸出一只手 去扶持他 你不能 你为什么 不选择 跟被压迫者 在一起 我们要 举起我们的手 跟那个 霸凌欺负的人 那个强权 说不